新闻一开始带您来看到台南东区中华东路 在今天上午10点多传出了火烧车意外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有一辆红色的轿车 车头是起火燃烧 还不断地窜出浓烟 附近的用路人件状也赶紧闪避 原来是烧早前 这辆由张姓男子驾驶的轿车行进路口 当下车辆是忽然故障了 随后瞬间起火燃烧 紧销货报抵达赶紧涉水灌咒 好在这起意外无人伤亡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厘清